詹先生 颱風天出差 入住高雄延城區的飯店 聽從人員指示把車停進特約停車場 以為安全無餘 沒有想到隔天看電視才知道淹水了 查看發現租來的公司車 已經淹到半個輪胎高 他又質疑飯店怎麼沒有告知淹水 有失職 結果飯店跟停車場都表示 本來就不負保管責任 讓詹先生修車的三萬兩千塊錢 求償無門 風黑走進斷電的立體停車場地下室 詹先生發現自己的公司車車輪有一半泡在淹水裡 連門都沒辦法開 壓一壓副駕駛座的腳踏墊 明顯可以聽到水聲 從事影像記錄的詹先生 颱風天到高雄出差 7月23南下當晚 車是停在飯店的戶外停車場 24號回去時 停從飯店人員指示 把車停進特約停車場的地下室 隔天發現車子淹水 而且是看電視才知道當地淹水 質疑飯店沒有告知 看到新聞之後 我才想到 我們是不是其實應該來看一下車子的狀況 大廳外面的馬路已經淹到了 我們小腿一半 這下他們一問三不知 不知道狀況 也沒有要陪同 我們去來這個廳上處理 事後請來原廠業者脫掉 檢查後出估修車費要三萬二 由於車子是詹先生租的公司車 駐車公司要求他負擔修車費 但車子是停在飯店特約的停車場 飯店跟停車場都表示不負保管責任 這筆修車費用三萬二 到底誰應該買單 我會認為飯店需要進到的是告知我們的這個責任 那既然你的飯店門口已經淹了 那為什麼沒有想到停車場呢 我們等水位退下來 也等了兩個晚上 我在這邊多住兩個晚上 飯店並沒有主動來關心我的狀況 飯店方面表示 已經將詹先生入住四晚的房費 打七折優惠 並沒有要負擔修車費用 而且沒有請房客把車停到地下室 詹先生把車停進室內停車場 以為安全無余 結果反而淹水 如今求償無門 後續衍生往返北高的交通住宿費用 也只能自己買單 記者蘇怡婷 旅中仁 高雄報導